我是猫的花 我在浙江 我在浙江租记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景 叫做西施故里 就这个地方 我后面是西施 这个地方门票45块钱 我是花了种植进来的 准备给你们拍一下 走 这里是西施 是一个很有名的 他手里提了一个箱子 也不知道是什么工具箱还是什么东西 不管他了 往前走 去前面看一下 有什么东西 这里有一个亭字 古什么什么 罗川 这个第二个字是宁字吗 不论是字啊 我们一般读半遍 这好像不是古波罗川 不是啊 古祝罗川 祝罗 好了 我们去村子里看一下 这边啊 有两个小茅房 茅屋 杜甫有一首诗 叫做茅屋为秋风所破 估计是这种类型的诗啊 这个茅屋呢 这么结实 怎么会被秋风所破呢 郭茅屋在他写的那个礼牌与杜甫这本书里面就说了 他说 你杜甫的茅屋上面是有很多层茅的 你不可能为秋风所破 就是说 他说杜甫在那里哭穷是这样的 这是郭茅屋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只是来给大家拍下这个茅屋 这个茅屋啊 我觉得也是 这个风吹不破 没这么容易被风吹破 大概是这样的 这里一个水果 好像被人丢弃了 要不我们搞回去吃下吧 这个水果好像看上去很新鲜的样子 这里有白萝卜 土豆 地瓜和辣椒 这里还有 这是什么东西 花生 好的 视频结束了